范蒂冈电台训 教宗方济各8月21日上午 接见了前一日刚从伊拉克返回范蒂冈的 教宗伊拉克特使菲洛尼书基 菲洛尼书基向范蒂冈电台表示 我一回到范蒂冈就蒙教宗召见 是件美丽至极的事 因为这展现出教宗的关怀之情 我在伊拉克的这一周 探访了基督徒、雅兹迪信徒 教宗希望直接从我这里得知所见所闻 因此教宗非常专注地聆听 让我畅所欲言 教宗显然把我告诉他的所有情况都放在心里 包括基督徒的期待、担忧 以及当地教会采取的路线